近日大陆女神杨子被拍到和男性留学艺同吃一块蛋糕 不仅如此 留学艺还曾深夜前往杨子家两人疑似练情报光引起热议 随着事情发酵 杨子和留学艺一同站出来 否认恋情称他们并没有吃同一块蛋糕 是视频误导 于是12日最初的拍摄者再次放出一段高新视频 可以清楚看见留学艺确实为杨子吃了同一块蛋糕 杨子和留学艺因为公开撒谎被戳穿 在世上热搜 很多网友都不理解 杨子明明可以选择大方承认吃了蛋糕 然后表明和留学艺只是好朋友之间的交往 没必要非撒谎 闹得现在尴尬的境地 甚至有人猜测留学艺因为有女朋友 所以杨子不能承认和她关系暧昧 否则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插出感情是小三 留学艺之前有一位绯闻女友 是同样出演多部影视剧的张雨昕 虽然9月份留学艺曾被拍到去张雨昕家中 今年1月份留学艺又被拍到和张雨昕一起吃火锅 她还为张雨昕抱瞎 虽然两人依旧没有承认恋情 但这关系确实不一般 在杨子和留学艺的绯闻曝光后 有网友发现张雨昕在5月份把头发染成了森林女 杨子再次被质疑是小三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